小齊哥救過我 因為我也是去到一個不明的城市 非常的偏僻工作 然後呢 就來了一大群 也是看起來很凶狠的人來接我 然後就是沒有任何看起來是 然後他們就把我包圍 運送到一個更偏僻的地方 然後我當時就非常的害怕 我就打給小齊哥說小齊哥 妳怎麼會想到要打給他呢 因為小齊哥說 然後我當時就一心我就想到 小齊哥跟我講的這句話 我就真的打給他說小齊哥救我 結果他就真的 在兩個半小時之內 從上海運送了保鏢來保護我 有沒有報答人家 我就想說我要下廚感謝他 就煮咖哩飯給他吃 真的... 這一餐我到現在還印象深刻 這麼難吃 他很好吃 就打擊到我了 不是... 不是... 不是...